给PS5安装硬盘 这是第三集 第一集讲开盖 第二集讲安装 安装之后给PS5开机 会出现这个界面 现在要对新的硬盘进行格式化 选择右边的按钮 格式化M.2的SSD 格式化的速度非常快 格式化完成之后 会出现这块硬盘的读取速度 各位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值 我用的是源自索尼的Next Storage ET的版本的固态 也就是索尼PS专用固态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悉数的SN850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 真正速度 我建议大家看这个视频后面 我会做测试 把PS5机器上的G5SG的游戏 转移到M.2的固态硬盘 看那个速度才是真实的 硬盘格式化完成之后 会自动重新启动 我们进设置 来到存储空间 左侧多了一个M.2的SSD 存储空间 这就是我们新安装的硬盘 左侧最下有一个安装位置 我们可以把PS5游戏设置成主机内置的存储空间 还是我们新添加的M.2固态硬盘 PS4也可以这么设置 设置错了也没关系 如果你设置的是内置存储 当内置存储满了之后 它会自动给提示 是否设置成M.2 如果M.2满了也没关系 它也会有提示 下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测试速度环节 我现在的游戏都在PS5自带的硬盘里 我选择了十来个游戏 加在一起220个G 一起移动到M.2的固态硬盘 我这个测试不是很官方 但是挺实用 测试的速度各位仅供参考 因为每个游戏它的文件大小是不一样的 有的游戏虽然大 但是它的文件数量小都是大文件 像这种文件在转移的时候速度就快 有的游戏虽然个头看着不大 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碎文件 这种游戏转移的速度就慢 我用的这块硬盘是Nexus Storage的ET版本的硬盘 算是PS5的专用固态硬盘 它的速度算是比较不错的 各位可以对比参考 从上面的进度条来看 每秒钟大概是1.6个G 全部文件是220个G 总共花费了3分钟 平均下来每秒钟移动1.2个G 它这个计算时间也是比较准确的 最后说说 安装完这块固态硬盘之后 什么感觉啊 第一感觉下的游戏就是那么放纵 可以那么任性 无所顾忌 肆无忌惮 不用纠结 我想到了葛大爷的那句话 有大量剩余空间的日子 才叫好日子 人的欲望满足之后 用不了多久又会产生新的欲望 我在没有PS5的时候 一直想着要买PS5 买了PS5之后 又要买游戏 游戏一个一个买还不过瘾 还得买会员 买了会员还有二档会员 二档会员满足了之后 硬盘空间不够用 现在又要买硬盘 买了硬盘之后呢 欢迎你把你的感受写到评论区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